警局报导在这次台风恐怕会带来抢风和暴雨 在伊朗大同热水部落的族人就担心 自己辛苦所种植的农作物遭到侵害 虽想趁着台风暴风圈还没有影响台湾的时候 从今天一早开始就没有再休息的 想赶紧将农作物先做好抢收的动作 希望能够降低台风带来的农损 接下来预测台风马利亚暴风圈10号晚上影响台湾 由于目前是伊朗大同乡热水部落 有机米 小米等农作物生长期 虽然里成熟采收期还有一段时间 但为了减少损失 农民一早开始就赶紧抢收 农民预估这次马利亚台风 可能带来一百多万的严重农损 这个小米如果全部倒了被台风吹 怕说会没有办法收成 那目前当然他们也在抢收了 可是抢收因为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完全成熟 可能抢收可能顶多 抢收可能顶多不到30%了 我预估这样子 所以在这次台风天里面 可能超过百分70%的一个损害力 热水村长检浸图也已在10号上午 透过广播方式通知居民 做好台风反发相关事项 并针对保全物进行预警性撤离 对人民生命的财产都已经就绪完毕 那等待就是说 等待就是说台风来的时候 能够把那个灾情捡到最低 那就是我们期盼的 村长检浸图表示 往年大头乡雨量都相当高 如果有发现吸水暴涨情形 会利用各林长或地方年轻人 协助居民前往避难中心 也希望这次台风不会带来更多的灾害 原始新闻湖顺底部龙岸 宇兰大同采访报导